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两个礼拜前开始谈酒 那今天想谈谈酒精跟女性乳房的故事 我们定的题目是酒精与癌症 那这要从我在实习的时候 大概三十几年前 那实习之前有一个地方叫见习 见习就是四五年级的时候 医学院的学生会跑 会被叫到医院去 一个礼拜半天或一天 然后我记得我们那一组分道的病人 是一个前身黄胆和很多酒的病人 那这个病人有一点让我们那一组的同学 觉得很压抑的 他跟我一样是男性 可是他的胸部很大 所以我每个人都觉得为什么 那为什么他的一个男性 可是他的会长出像女性的器官 我们都很好奇 都很好奇 那我们带我们的总医师对我们笑一笑 他说他们还会长乳癌 那听了以后觉得男生长乳癌 就怪怪了 那一直到了过了一两年 大概快实习了 那有一天呢 总医师又丢一个题目给我 就同一个人 他说你们上一次反正问我这个题目 你们去查一查 结果我们一查呢 后来查到的原因是这样 原来喝酒这件事 会在我们体内呢 把我们会熊啾啾气昂昂的 熊性素变成子性素 那子性素是女性的荷尔蒙 那难怪我们就懂了 那时候就知道说 哦 原来喝酒真的会把一个人 从头到尾彻底的改变 他的荷尔蒙会改变 那甚至会改变他身体的很多功能 那事实上那一个太太 就那一个病呢 太太跟我们说 他年轻的时候会跟先生恋爱 就觉得他熊就气昂昂 然后大碗喝酒 可是他觉得他先生 后来黄丹以后 变得很凉 就是很像一个女的 然后什么事都要问太太 所以酒这件事情 显然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影响 不过我也就带着这个疑问呢 继续我的实习生活 那后来呢 我去查资料 才发现你只要喝酒啊 乳癌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事实上会增加4%到13% 得乳癌的机会 所以那个总医师没有骗我 他说喝酒喝多呢 还会比较容易得乳癌 就算是男性哦 那女性更是容易得乳癌 这是科学上已经证实了 那个 所以我们去 后来又跑到 要实习了 到外科去 然后 我就喜欢偷偷问我的乳癌 病人说 你喝不喝酒 那我得到的机会是 我问三个就会有一个 因为我刚好跟着那个老师那 是专门开乳癌的 那在那个年代 女性朋友三个有一个喝酒 我觉得算是高的 那又到另外一科去了 发现男性的大肠癌呢 好像我问出来 喝酒的比例大概有一半 所以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这句话 那些第一名 男性的癌症 或女性的癌症 好像跟酒都有关 不过我只是脑海里头有个印象 那您知道 我们实习完会做 会选做内外科 那我选做内科 然后 我去受完肠胃科训练以后 我发现不止 除了刚刚讲的乳癌 口腔癌 口音癌 喉癌 死刀癌 往下走 刚乳癌讲过了 肝癌也有 大肠癌也有 也就是那个酒从嘴巴进去 到他从肛门出来 他走过去的地方 每个都增加癌症 所以酒这个东西 给我的印象是 很厉害 很可怕 他就是你走过的地方 全部 这叫做 刚刚那句话 刚刚那个影片上写的 叫无孔不入 无坚不摧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到底为什么呢 后来 有一次 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 也从国外回来了 那我们 我做的一部分叫做 植物读物学 那有一个工厂 在中部的印刷厂 奇怪 他员工总共才八十几个 不到一百个 怎么会有一年内 一年内短短的时间里头 有三个女性的员工 得到乳癌 那时候让我想起来 会不会又是跟酒有关 或者跟他们使用的毒物有关 结果我们那个研究 是发现是这样 我先讲一下酒 这个在两个礼拜前讲过 酒是乙醇 他有毒 有毒 我跟大家说 我们小时候 除了那个什么 各种红药水 黄药水以外 如果没有红药水 我们就用什么 用酒精消毒 上口 所以他是可以杀续菌的 那杀续菌就在杀了 杀我们算什么 所以喝酒就是 有点像自杀 那他在体内因为有毒 我们的解毒大将军是谁 肝脏 肝脏就很快把它变 变成什么 结果不小心变成 一个更毒的叫乙醇 那乙醇这个东西 就是比乙醇还毒 那变成乙醇以后 我们肝脏很厉害 他会想办法再把它变成 一个比较不毒的 又用一个酵素 这个也没有毒 可是我们在那个工厂 也就发现 那个三个里头 得乳癌的 都是缺乏这两种酶的 可是我们当时 没办法做结论 因为我们样本数太少 那我绕这么一大圈 跟大家讲什么 在跟大家说 我们华人特别缺乏 上面ADH跟LDH 这两种酵素 所以我们喝进去的酒 就容易 乙醇存在体内 能变乙醇存在体内 毒杀我们的前身细胞 那就在我们把 因为我们样本数不够大 我们只是说可能 那发表在日本 过了大概两年多 史丹佛大学研究出来了 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华人 大概至少有一半是缺乏这两种酵素的 所以根据这两个推论 不管对毒物的解毒 或者对酒 华人是特别毒的 华人 就是说酒精对华人的伤害 是比对白人大的 那再说一遍 因为我们体内缺乏这两种 可以把我们分解掉解毒的美 后来我又发现一件事 又读到一件事 如果你喝酒又抽烟 那得到癌症的危险性是五倍 那如果我喝很多酒 会三十倍 那在东部 来东部以后 在花莲以后 我又学到一件事 原来他们还会吃槟榔 那我几乎装肠胃科 常常会有耳皮猴科 像陈北龙陈副院长 他治疗头颈癌很有名 他们就会转病人给我 常常过个一年以后 我们在帮他做胃镜的时候 死到胃 也会跑出个癌症来 这些人 我如果问他 他大部分都是 槟榔 酒加烟 所以 酒应该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就在我三十几年 学医的过程 跟经验的有限的病人 跟做研究 很负责任跟大家说 酒如果能够不喝 就不要喝 他对我们华人应该是更毒 所以要把这几 大概十分钟的东西 做个结论是什么 其实小小的喝一杯 不会让你更健康 不会让你更健康 那这句话不是我讲的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讲的 他说对癌症这件事啊 酒当你喝下第一滴 对第一滴 不是什么一杯两杯 没有问题 很有问题 喝下第一滴的时候 第一口酒的时候 就开始有毒了 那这大概是我们团队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不过 结束之前要讲一下 死安红报 因为好多人一直问我 苏丹红 现在很红嘛 那苏丹红它是一种工业的用料 它的结构式是那样子 那为什么会加苏丹红呢 因为它颜色很漂亮很红 那我们那个辣椒 有时候晒过去以后就不好看了 所以漂亮的东西要小心 这太太都有交代嘛 对不对 很多很多那个太太都有交代先生 说漂亮的东西你要小心 对 吃辣椒就吃辣椒 不要想吃那个很红很鲜艳的辣椒 那个很可能有苏丹红 那台湾有哪些地方验出苏丹红呢 荧幕上那些都有 你不管是大椒酱 沙茶酱 胡椒粉 咖喱粉都有 所以很多很鲜艳很漂亮的要小心 太太那句话要记在心里 漂亮的有问题要小心 那怎么排毒呢 第一个好好睡觉 睡觉是我们排毒最好的方法 第二个要运动 运动会流汗 第三个呢 喝很多的水 跟清水沟一样 你要用很多的水 还有一个呢 吃很多的新鲜蔬果 它因为它有抗氧化力 会帮你去抵抗这些东西 大概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